好 我們來看到 就是藻礁公投 其實算一算就是八 九天後 要投票了 可是現在又爆出了 什麼樣的消息 我們看到很多的民眾 很多的環保團體就說 你為什麼不簽到台北港 為什麼一定要在 所謂的觀塘這邊做藻礁 做這個三接 應該簽到台北港也可以 但就在這個時候 有平面媒體報導說 台北港外海有一處 二戰期間設立的 廢彈海拋處理區 正好就跟環團提出的 海底天然氣管線鋪設區 是重疊的 會有安全的疑慮 對於這樣子狀況 珍愛藻礁公投領先人 潘忠貞老師說 現在就是在公投 將到的敏感時期 才爆出說有廢彈的消息 那根本就是在找理由推脫 另外我們也看到了 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 張靜老師他也認為說 你不應該把國防安全的因素 扯到了生態保育公投的議題 桃園藻礁生態保育公投案 朝野攻防愈演愈烈 現在原來提出來的替代案 希望搬遷到台北港 而且另外建海管 或者路管提供給用氣大戶 卻有一個縮頭縮尾的匿名將領 跑出來說外面有一個 廢彈傾倒區 但是針對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個說法 並不能夠成立 說是海管會引起安全顧慮 首先我必須要提醒 這個按照海圖的顯示 其實這個海管可以調整 它的管線連接方向 避過那個廢彈青道區 完全不是問題 所以提出這個理由 完全是無稽之談 第二 我們仔細回顧去想 無論是永安第一接收站 或者台中港第二接收站 都有海管或路管 提供給用氣大物 所以比照辦理更不是問題 第三單純的生菜保護問題 不要去亂扯到國防的議題 當初台北港建設的時候 臨接了港外 那個廢彈青道區 就是預備商團待命進港的 臨時茅坡區 可見安全不會是有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認為應該要 將這個議題單純 它的目的就是生態保育 不要去找出一些 國防安全的議題都在那邊 去把這個事情失交 而且去特別是找一個 匿名將領出來 事實上真正能夠去知道這個事情 關切這個所有 是不是有廢彈青道區的話 通常只有兩個種人 一種是航海士官 因為他要自備海途的資料 第二種人就是這個反潜機的征詢 他要知道海底有沒有沉船 或者有廢彈青暴區 因為那會對這個反潜征收的 各種裝具形成特定的反應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去扯國防議題 那我也要去提醒 假如專門去三接做出這個棧橋 而且是那個就是那個棧橋的底 硬深深插到這個藻礁裡頭的 那種棧橋延伸出去 事實上你要增加很多海岸巡防 去保護它安全的人力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國防安全人力目前已經吃緊 而且海岸巡防也非常重要 所以將它去搬到台北港 事實上是可以節約兵力 所以比來比去 將它調整到台北港 其實是最好的處置